你要不真正用功夫 不是真正深入 光是听懂了也没用处 要做 要真正的做 从哪里做呢 第一个从得失里面去做 因为我们烦恼里面 这个得失的烦恼看得最重 样样总想是居为己有 明文立扬 五语六成 不肯放下了 从这个地方去做 不要害怕 真修行 你不要以为我不要了 不要不就没有了 我不要钱明天吃饭怎么办呢 这人都大妄想啊 不晓得 事实真相 你以为你大妄想 我先拼命去赚钱 明天钱就赚到了 哪有这回事情啊 我们对金刚薄弱的体会 在明字位中 意思 确实是懂得一些了 没错 正确的理解 为什么说明字位中呢 不管用 我们对人对四对五 还是会起心动念 还是会分别执着 不管用嘛 像这底下讲的 一切悲欢厉活 得失窮通 转眼成空 了无所得 我们懂得 但是了无所得 我们还是要得 还是拼命追求啊 这就是与自己的生活 毫不相干嘛 这叫明字位中啊 不得受用啊 理经是正确的理解了 但是不得受用 要怎样才得受用呢 要认真去做 怎么做呢 把我们错误的那个看法 要把它转过来 我们没有把世间当做梦看待吗 你把这个世间看作梦啊 这个看法正确了 你觉得这个不是梦 样样都是真实的 这就错了 如何能在现实环境当中 把它转成一个梦境来看待 这转境界了 这个就叫真正修行了 把这个一切现实的环境 要看成梦境 要看成梦幻泡影 要看成如露一如电 真正这样去做 你就得受用了 这个经里面的这个经里面的理论 那么这个经里面的梦境 那么这就叫观行为了 观行是真正去做 我们讲修行 真正在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 想法看法 那就得受用了 所以到观行 才可以说是 从表面呢 就渗入进去了 对于经里面讲的理论 经界 你能够深入一层了 入的还浅 还不够深 但是切如就有受用 什么受用呢 烦恼轻了 平常烦恼重 总是妄想多 分别多 职责多 得失的念头多 贪嗔痴慢多 这些东西多 变的境界就变三途 不会变好境界 那么你能够入境区 一分两分的 这些念头清了 心地逐渐逐渐恢复清静 清静心 生真知慧 这金刚经前面讲了 信心清静 自身实相 实相般若现前 真实智慧现前 真实智慧 就是佛智佛见 所以你得受用 得受用 超六道了 所以说观形的功夫身 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超了六道之后 再不断的深入 那你就得相思慧 相思慧 有点像了 像佛 像菩萨了 相思慧在哪里呢 在四圣法界 你看你六道超出去了 身闻原觉菩萨 那个虽然没有 不是真实的正果 很像了 跟菩萨了 接近了 跟佛接近了 这叫相思慧 再要深入一层 就到分正位了 超越相思了 从相思再提升一下 分正了 分正就是 出了十发界了 超越十发界了 到一阵发界了 一阵发界是真的 是真的了 那不是假的了 但是虽是真的 并没有圆满 所以你是真的 一分两分的真 不是圆满的真 古人把这个境界 用个比喻来说 因为这个境界很难 很难清楚 我这样讲的时候 已经是相当清楚了 我讲六道 四圣法界 一阵法界 这个大家好懂 古人用比喻加比月亮 这个天空当中 月亮是真的 水里面月亮 是假的 是月亮的影子 那个月亮的影子是什么呢 叫观行位 比喻你第一个阶段 观行位 第二个阶段 相思位 相思位是相思 不是但还不是真的 那是什么月呢 这个古德教给我们 叫列目所看的第二月 你晚上看月亮 你把这个手指在眼睛上 用力一按 看到两个月亮 两个月亮 那个月亮 是从真理变现 那不是纯真 但是很接近真了 用这个比喻来说 你看的 那当然那个月 比水里面月要真 水里月完全是假的 这个是捷径真了 就是相思位 好眼睛 看到这个月亮 那是真的 那纷真 纷真是 你看 初三初四这个月亮 是真月了 不是假的 真月亮 但它不是满月 这叫纷阵 要到摄五月圆满月 那叫究竟圆满阵 那叫究竟 究竟为 古人用这个来做比喻 这个比喻 我们也很容易懂得 但是我们在这个 修行果位上 来合起来看 诸位就更清楚 更明白了 这是说明 你要不真正用功夫 不是真正深入 光是听听懂了 也没用处 要做 要真正的做 从哪里做呢 第一个 从得失里面去做 因为我们烦恼里面 这个得失的烦恼 看得最重 样样总想是 居为己有 明文立扬 五语六成 不肯放下了 从这个地方去做 不要害怕 真修行 你不要以为 我不要了 不要有没有了 我不要钱 明天吃饭怎么办 这人都打妄想 不晓得 事实真相 你以为你打妄想 我先拼命去赚钱 明天钱就赚到了 哪有这回事情 你不经感情话 不是明白这个道理 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这个是夜阴国报循环的相续 与你那个妄想 与你那个妄想 毫不相干 如果人是打妄想 就可以得了的话 那佛菩萨 又何必来教化众生 不是打妄想 能够得来的 你得了的是 命里有的 他到那个时候 刹那刹那 他就现钱了 不打妄想 也现钱了 你后必也打妄想 这个离与寺 确实都有相当的神度 神明寺里的人 他不打妄想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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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